欢迎收看海峡拼经济,我是吴雨淑 节目一开始要带您到北京看场时尚秀 只是这场秀没有鲜艳的色彩 模特儿身上全都是黑色 您可能觉得时尚不就是争奇斗岩吗 黑色会有市场吗 答案可能大出名的意外 单单靠这个黑色的裙子 这一个大陆的品牌 每一年竟然可以卖出40万件 而这样的数字也震惊同意 这是北京时装周最黑的一场秀 40位外国模特儿这回没法争其斗艳 仿佛奥黛利赫本般的优雅 无论如何剪裁款式怎样设计 风情万种通通融进单一的黑色 这场服装发表会还只是个起点 真正的目标将是一个大平台 一个叙事待发的服饰品牌 一席生V黑礼服 29岁的王思民不会剪裁 也不是服装专科出身 但靠着和800万粉丝互动 一年创下卖出40万条黑拳的家机 震惊业界 这里是王思民的梦想基地 颜色没得挑全是黑色 设计师天马行空的创意 只能在款式上驰骋 静待导师考核 腰阶线这块有点过长 这样的话腰阶线短一点的话 首先显着那个腿很长 加个碰碰袖子 想更活泼一点 服饰品牌靠了是缤纷色彩 如梦似幻趁机侵入女性的皮夹 王思民反其道而行 就靠一种黑色经典的黑白反差 就这样杀出重围 黄思民整天穿梭裁缝间控管品质 他底下几十名员工各司其职 在这里一年可以开发出上千种不同款式裙子 全都是黑色 分辨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由于没有实体店面 因此数千件的裙子全部放在仓库里头 黑白的一片没有任何颜色 看起来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假如说出货要找这件裙子 那该怎么办呢 麻烦你了 好的 王思民的小黑裙 售价从人民币100分不到600元 在北京还算是中低消费 为了提升质感 他复制国际品牌包装盒 甚至放进名片和顾客拉近距离 如果说他不喜欢 或者是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 他可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就相当于是我们卖了几十万条裙子 几十万个人都有我的电话 有结果打扰电话 人家打来骂你 打扰电话没有 但是投诉的电话有 王思民跳脱传统店面模式 改用网路行销 更打出分享经济 顾客购买后就有代码 持续推销 最多可以获得20%的佣金 我赚了有两三百吧 两三百 就一件裙子钱已经回来了 因为我们不开实体店 不需要养实体的员工 不需要装修就很多很多钱 首先这个是对于品牌 一个新型品牌来说是优势 那劣势是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互联网品牌 那大家收到了衣服之后 他就试穿大小马不合适 他的退换货率就会比线下要高 王思民的销售模式 在大陆成不上最新 但却最能打动女人心 单单去年大陆女性消费市场 达到两兆人民币 已经超过日本民间总体消费 紧追美国女性市场 女生总要穿衣服嘛 那其实她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 她每天365天 她只要有一天穿我的小黑裙 那就是极易见了 市场的饼够大 就不愁切割出来吃不饱 产品有特色 也不怕五颜六色 绚人耳目 而这就是王思民刮旗的黑色旋风启示录 为了 王思民之创